你们可以看到前两天国家队已经2比2平了新加坡了 这里面很多上场的球员都是所谓的 你们共产党去标榜了清讯教父 徐根宝基地出来 什么宠美园研究 什么张立宝 什么吴磊 这很多人 我跟大家讲一下 你们来说一说 共产党 你给我郝海东今天回答回答 你徐根宝你都在 你说了 根宝基地 这是你说的 这都有文字的 有采访的 每个队员 他收800块钱 OK 他说800块钱 这是根宝基地 根宝竹校 一个月800 一年好 9000都就算1万块钱 他说这个根本不够 不够 说这个没法去 我们的教练吃住 他在这不行 我们一个球员 给他补助多少呢 这是你徐根宝说的 不是我号里头 13万 至于多少 可能12万5 11万8 13万一不知道 这是你说的 咱就打他10万块钱 国董 我就问问你有没有一个 一家一个东西 说他妈的 我做生意 我教学 我来 我一个球员 一年 我就赔10万块钱 他说他要补贴10万 我就问问你 徐根宝 你从哪来的 这10万块钱 100个孩子就是1000万 没错吧 一个人10万 10个人100万 100个孩子1000万 根宝基地里面 应该不止100个人 我就问问你 徐根宝 你他妈的 哪有这个钱 你怎么来 你天天卖屁股 你老婆卖银吗 我今天说就不好听了 你天天签字 签足球卖 你一年能 弄出来1000多万块钱 补贴孩子吗 我就问问你 你干了什么生意 你做了什么事 你来去 有一千多万 补贴你的孩子们身上 你的基地 我就问问你 你给我回答回答 你们这些王八蛋 共产党 你们干的事 我一直在说 我说如果 徐根宝他们这个基地 可以这么干 我说还要他干嘛 他一个人 你就让他 一个孩子补贴十几万 有病 完了现在连新加坡 都赢不了 你回八一队不就完了吗 对吧 我们都穿上军装 对吧 完了最后当兵 完了八一队军队给钱 山东给钱 浙江给钱 上海给钱 不就完了吗 最后再回体重队吗 最后为什么 会有了这些 就是他们要利用这个东西 贪污腐败 郭栋 没错吧 今天 大家把这个事 说一说 今天说到了 这些东西了吗 根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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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宝就是说这个咱们 就是咱们这个国家 在这个体制下 出来这么个孙子 从了这个清训教父啊 他呢 他那个过程 我是 03年我退役以后 我带队的时候 我就和根宝读 东勋啊 和他们接触 接触了很多 这个孙子 说是他补贴十多万 他是这样的啊 他是根据情况 周围 你又提了那个张林鹏 张林鹏 我以前做节目讲过 他是从咱们青岛海牛都校 我师父那儿啊 偷过来了 叫那个杨 杨利敏 叫杨 杨利敏吗 他这个 对杨利敏 他去做了这个事 他去给 给家长做工作 给做工作 给了 给了很少一部分钱 给家长钱啊 这是他们看好了 就是这种 有培养的球员 这一部分球员 他们是从 全国各地 他这个 他就等于是 当年的这八一队 他的条件 肯定是要好于八一队 但是他是双向周围的 像张林鹏 吴蕾这些孩子 这是他们挑了 不收费 有一部分学员是交费了 他在崇明岛嘛 崇明基地 这部分交费的球员 就养他这个 不收费的球员 他03年就请了法国教练 哥们03年就请了法国教练 另外 后来他又和这个上海体育局 有这个合作 完成这个全会的任务 上海体育总局还给他拨钱 另外 这个是真事啊 他打了冠军啊 他们那种小孩后来打了冠军 是三千 发了三千多万的奖金 叫这个孙子基本上都给迷了 你小孩 小孩 那帮小队员那时候又有这个甲族仪祖 少年祖了 全会吗 他们 他们这个根坊基地 拿了一会儿是拿两届冠军啊 他拿两届冠军 发了奖金 这个事呢都迷了 而且你想他 他中了八九 后来就财打七度 他又把张林鹏这帮 从一级打上甲级 上海东亚卖给上岗 应该和陈旭元 当时就和陈旭元 他们上海上岗 有这种关系 这个村子应该也快进去了 郭东 我跟你讲讲 徐根宝 他所谓你们看到的 中国最牛逼的 这批他引以为豪的 他卖出价钱了 他得了所谓的冠军国家队的这些 郭东我跟你讲讲 他们当年都是这些人 吴磊 张立宝 严俊玲 蔡慧康 还有一队 就他们这一批 根宝所谓最牛逼的 郭东我跟你讲 我当年 组建了天临松江 对吧 足球俱乐部 我从全国不要的那些 都已经没球踢的 被回家的 选不上的 被淘汰了的 有的在家 而且我讲过一个事情 就是我的 这个曾经的右后卫张成 代表特号会 都去拿了冠军的 包括他在中超得冠军 当时就是这些人 最早在上海 有一年 东迅完了 我跟他打了一场热身赛 一比一 最后他们二比一赢了 还是我 怎么回事 不知道 他请了三个裁判 在他那 吹黑哨了 已经 郭东 这就是他 这就是他的水平 完了以后 我们开始打中奖 我们主场 干掉他三比零 这都是他当年 他亲自所谓的部署 亲自指挥 上海东亚 就在那 我们客场 跟他打的这场之前 我们就比他少一分 就是比冠军少一分 跟他 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当时 就是他冲上来的那一年 天津松家 你们可以查 我还有五轮的时候 我们只比第二名少一分 我们的主场 就三比零 把他干掉 包括特鲁西埃的深圳 我们三比零 干掉 最后因为 在他的主场 包括这里面 郭海涛肯定跟他 做了手脚 我们三比零 最后我们没有 从朝成功 当时已经 我就告诉你 徐云宝所有他们的水平 就是 这种 烂的不能再烂的 他们如果 都能 以他 去逼的这些东西 那个派裁判 靠派裁判 打假球 包括 市领导 给他做工作 他当时 他冲了两次 在广州中日 包括 他的东亚 这个孙子 打假球 他应该是 打假球之父 这个孙子 没错 因为他们 没有任何的实力 国董你要知道 国董你要知道 徐根宝 他从来 他 他没有培养过 一个队员 他所有培养 他唯一就是高红波 他曾经在 从文体校 他带过的 就是高红波 什么范之义 郝海东 兄弟 跟他一点关于 我到国家队 范之义到 郭澳的时候 我到国澳的时候 我们都18了 小范都20了 跟你跟他的 徐根宝有 攀毛钱关系吗 扯他妈蛋 我是从小 巴一队 培养人家 上海的什么 范之义是什么 江湾体校 类似这些 跟你跟宝有个 攀皮关系 是吧 所以说 他所有的这一切 今天 他能说的 就是高红波 和 吴磊 对吧 你别拿 郝海东 范之义 来说事 包括范之义 人家根本就从来 没有说 说徐根宝 是曾经他的 青少年教练 培养的 那么扯淡 对吧 我们到国澳的时候 18岁 那么小范他们 改了一岁 他们都68年了 都他们20了 对吧 你们跟你 徐根宝有啥关系 是吧 你只在 重温区 体校 带过高红波 当时 而且 真正练高红波 可能是王继莲 跟你 他妈的 也没啥关系 是吧 你徐根宝就练了 吴磊他们 而且 你当年 国家队 国澳一肩挑的时候 徐根宝 国董 我再跟你讲 90年 他是 国家队 国澳一肩挑 那么他组建了国家队 找的是 高红波 李鸿斌 高仲勋 李志高 他们这拨人啊 在广州 在广西 吴州 四队 邀请在国家队 国澳 广东 辽宁 我们 当时我在国澳 二比零 弄掉 干掉 高红波 程耀东 李鸿敏 没错吧 那年是我最佳射手 最佳运动员 得三千奖金 三千块钱啊 90年啊 国董你要知道 这就是 小范 为什么叫小范 给抽了那三千块钱 没错 没错 就是 对啊 这就是徐根宝 他所谓的水平 这个 徐根宝安排 徐根宝安排的 看来是根宝安排的 小范 那个钱 把头 投回来 他就在 确实 他就能在 公然的 国董 你说 这叫主教练吗 他能 带好一个队伍 才扯淡 他为了不让我 当最佳射手 全部 国奥当时的点球 都是我发 因为在 我在发点球之前 我已经进了三个球了 最后一场 我们跟辽宁 还是跟广东 我忘了 完了国家队 是跟另一个队啊 一人还有一场 正好我们是先打 那么我们 打的这个队伍 我们只要一赢 包括我要 再进球 因为当时 我已经进了三个 高红波 可能才进了一个 如果我这场球 再进个一两个 国家队不可能了 高红波再进个两个 他已经不可能追上我了 那么他很 不愿意 我得最佳射手 那么光当 我们一个点球 本来每次都是我发 对吧 是 这个孙子 公然 我靠 你永远都想不到 这是国家队的 你们被 称为 他妈 清晰 被称为 神的一个 主教练 我靠 去了 哎呀 还能你不要 让蔡胜法 蹦荡一脚 当然进不进 无所谓 没进 但是后来 我又进了一个 是吧 我当时 高红波追不上了 对吧 你 就以 他挑的国家队的实力 连我们国奥也得输 他根本不可能 赢了辽宁 赢了广东 对啊 就是赢也 都慢点赢 而且高红波 不可能再进 他们的两三个 那当时 就是我又进球 又得冠军 又是最佳运动员 又是最佳射手 我不光在什么 习林北德啊 什么这些 不光在上海 什么的 我是从小 是吧 这种比赛 我都得最佳射手 最佳运动员 但是你 徐龙岛 为了 所谓的 你的 曾经给你好的 这些 球员 你就不让 这个 要去打 奥运会 预选赛的 队员 来去 曾经的 第一 这个 这个 阻伐的人 你就公然 就给换了 啊 这个就是 徐根本 所以 到了今天 你们会看见 啊 中国的体育 中国的足球 会屡屡出现 这种奇葩的事情 而且越来越差 那 从兴奋剂 从有组织犯罪 从腐败 从开始操纵 假球黑哨 一直到今天 对吧 就在前两天 已经2比2平了 新加坡 韦东 我可以告诉你 你永远也不可以想象 新加坡 什么这些 新加坡 会 会平 会 2比0啊 我看了 我看了进球视频啊 2比0 先以后啊 到下半场 莫名其妙的 进球 而且咱防守人员是独孤了 啊 防守 球员是独固 因为现在看来 就是这帮孙子啊 就是像根本 像根本这样的孙子 能当国家队教练 这是典型的略臂 去逐良臂 这个孙子 这个就是 这个专营 他的业务能力 我当时接触 队导 知道的时候 他当时我在国家少年 他和国奥队 去了两场比赛 我们出国之前 这个孙子骂人 当时觉得他骂队员 说队员 一看这个 这个是很有趣事了 后来江峰告诉我啊 说老王就这个傻子 江峰去国奥队啊 江峰 教法是很好的 他这个包括 他的这个爆发力 他传这种长篇球 他小腿一百动就传出去了 哎 徐根本这个孙子就告诉 说江峰 你不对 这个球 长篇球 你要往回倒退几步 倒退几步 再去踢这个长篇球 江峰说 我不用倒退 我就能踢 说我倒退了以后 我这个球在发展 我一倒退 别人把球抢去怎么办 江峰因为江峰说 后来给江峰尽兴 野路的 江峰啊 咱有战友 也是发信息 说这个2比2 这个打平新加坡 包括前面输菲律宾 你看啊 就从这个宏大足球 咱前面做节目 宏大足球 这个金言足球 重置足球 在这个共产党 这个邪恶的体制下 整个一个行业 到今天都成啥模样 场上的队员 你看咱这个 现在的地球员 面目很麻木 行尸走肉一样 在场上没有责任感 也没有担当 也没有学性 咱们前场先放了 你们国家队 从而当时4比2赢 桑普多利亚 94 95 两年连续 你看看那时候的球员 就是说那种 纯普相互之间 有 总共是一个团队 有战斗力 这是从职业足球到现在小三十年 你再看看现在的球员 现在都成了很多球员 国家队球员都是一万步 许家印现在从老赖了 他们现在从老板了 但是你结果 当然咱希望球员通过你的付出 你种场的输入 在阳光上 送干干净净的钱 都没问题 多种点没有问题 那么你是这个 你的付出嘛 得到了 但是在这种 不种场的经验足球 政治足球 带动下 咱们整个这个圈子里边 充满了痛透气 有的是胡选盘比 你买什么豪车 你买什么别墅 但是到了比赛场上 你看这帮孙子 这帮孩子啊 这帮是 咱们说他们觉得自己是受益者 但是在咱眼里 这都是体制的受害者 这帮小孩 到今天 输球他们的场上 组合他们的所有的表现 没有看似在一个团队的 一个团队 在去战斗 包括每一个人 面目 就这种麻木的表情 在那儿就是 靠活 这个比赛 能赢就行 赢不了 不输就行 和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 将来马尔代夫 尼泊尔 一个道理 那就一切截留 截有可能 对吧 对啊 这些孩子们 未来都会成为 李铁 真的都会是这样 他们会很惨